以色列先是撤销了半岛电视台的制造 接着它现在不允许全世界所有的媒体进入到拉法 所以没有人知道在拉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新的消息它是直接把整个拉法市中心已经穿入 而且到了和埃及的边境 为什么 它把埃及边境这个地方占领起来 防止哈马斯的领导人逃往埃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防止军火再进入到加萨 这是防止哈马斯永远军火 第三个最可恶的是 它防止援助的物资进入到拉法市去 所以人们说它是以饥荒作为手段 而英国的China 4 它透过了在加萨当地的一位制作人的镜头 然后偷偷的把影片送到英国去播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加萨当地的一个木偶师 他决定每天做很多木偶 他知道这些孩童可能没有未来 可能根本长不大 但是至少每一天都要记得微笑 这里是世界上对儿童而言最危险的地方 从以色列宣布对哈马斯开战以来 加萨走廊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 十一岁的达林叹了一口气 这不是他这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忧郁 但是一场空袭 让他在一戏间失去了十几名亲人 包括疼爱他的爸爸妈妈 阿林身边只剩下五岁的弟弟与他相依为命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数据 本轮正式爆发以来 加萨地带超过一万名死亡妇女中 约有六千名是母亲 他们的死亡 导致了约一万九千名儿童成了孤儿 贫困 饥饿 绝望 恐惧 当笑容逐渐从孩子的脸上消失时 人有人努力施展魔法 帮孩子找回 完成效益 这些宝贝团 预备的八十字 一招逐渐从战争 不禁止了战争 但是我们会把时间 几秒 三分钟 让我们生活在新的想法 我们会把他们的状态 状态 状态 墓偶师卡雷拉过去用传统材料和工具制作墓偶 如今流离失所 他只能够就地取材 简单客难却充满巧思 也安慰了这一群不敢做梦的孩子 卡雷拉相信加萨人能够度过难关 继续书写他们的故事 我们也准备在本身上 但是我们想去运作 我们想去运作 如果我们运作 我们在我们处理我们在坚持 我们可以读读 可以涮饭 可以语泽 可以触摸 我希望你能做到一個很大的狀態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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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狀態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會說 這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是下一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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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